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秒 我身份曝光 全家傻眼 大年二十三 我接到父母的电话 唐双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都两年没回来过年了 前几天 你二婶来家 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对方比你大十岁 离婚带个小孩 但是家里开超市的 条件好得很 你赶紧回来见见 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不介绍给唐田 我反问道 你妹已经有对象了 还是个高材生 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大公司的经理 年薪上百万呢 我妈的语气无比骄傲 我也有对象了 就凭你自己能找到对象 我妈痴笑一声 边瞎话之前也不照照镜子 谁会看上你 既然没人能看上我 那我干嘛还要回去相亲 我呛了她一句 准备挂断电话 你等等 我妈叫住我 我知道你肯定是在外面混得不好 所以没脸回家 但是过几天 你奶奶七十大寿 全家人都要到场 你要是不回来 以后也都别回来了 我叹了口气 奶奶是我在那个家里唯一的牵挂了 我拉着行李箱 站在阔别了两年的家门口 来开门的是我的妹妹 唐田 她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 我是唐双 我无视瞬间呆滞的她 绕开她直接进门 全家人都被现在的我震惊了 因为我比之前足足瘦了九十多斤 你怎么不声不响瘦了这么多 搞得家里人都不认识你了 我妈的语气里竟然还带有一丝埋怨 妈 去年过年我不就跟你说过 我在参加减肥训练营 所以才回不了家 我妈善善地 你之前也剪过那么多次 结果一斤都没瘦 还越来越胖了 谁知道这次来真的 唐田一直在打量我 怀疑地问 姐 你是不是偷偷去整容了 我微微一笑 减肥不就是最好的整容吗 那种需要动刀子的手术 最好别做 你看你现在恢复得多不自然 唐田赶紧用手捂住甲体高耸的鼻子 不说话了 全家唯一为现在的我而感到高兴的 大概就是我爸了 因为我听到他悄悄跟我妈说 这下好了 上次跟他二婶说的彩礼前 可以再往上涨涨了 我妈做了一桌子的菜 都是唐田喜欢吃的 在外面辛苦了一年 你看看人都瘦了 回家可得好好补补 我妈不停地给唐田夹着菜 唐田舀下一块红烧肉上的瘦肉 习惯性地把剩下的部分丢给我 接你吃这个 我反手扔进垃圾桶里 我也不爱吃肥的 下次你自己扔 以前他就是这样 吃肉自己吃瘦的 把肥的留给我 喝汤就喝清淡的 把上面的油花贴给我 我要是不吃 他就会跟父母控诉我浪费食物 给我招来一顿臭骂 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 那将近二百斤的体重 至少有五十斤 都是他的功劳 果然 他又开始告我的状 妈 你看我姐 你辛辛苦苦做的菜 他说扔就扔了 我抢在父母发火之前 截住他的话头 我都说我现在晚上只吃水果和蔬菜了 饭前可是你点名要吃红烧肉的 你不想吃 就别让他们做呀 我 他还想反驳 却被生气的妈妈打断了 行了行了 大过年的抄抄什么 他伸手把红烧肉端到我爸面前 心疼地道 年底猪肉老贵了 这一盘值好几时呢 你们不吃早说呀 现在只能给你爸吃了 后面糖田就没敢再顾忌重施 我眼睁睁看他硬着头皮 喝下了一碗没撇油的鸡汤 吃吧吃吧 我在心底冷笑 以前他总在我面前故作烦恼 说自己怎么都吃不胖 还说羡慕我的身材 肉肉的很有手感 只要我一提到减肥 他就让妈妈做一桌子的菜 变相让我吃更多 才会越减越肥 现在我倒要看看 没有我帮他吃掉那些油腻的东西 他到底会不会胖 吃过饭 唐田的手机响了 他脸上一洗 妈 我男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我妈咧开嘴角 赶紧接啊 别让人久等了 这些碗筷放 这让你姐收拾 正好我的手机也响了 我看了眼来电 妈 我男朋友也给我打电话了 你自己收拾吧 我妈脸一拉 你还跟我这儿装有对象呢 说完犹豫了一下 可能是想到了我现在的形象 改口道 你就算有男朋友 肯定也不怎么样 不如你二婶给你介绍那个 知根知底 我没理他 静止回房间接电话 一通视频电话 接了快二十分钟 即将挂断的时候 唐田梅敲门 溜进我的房间 看到了视频对面的人 姐 这就是你男朋友啊 等我挂断电话后 她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了 长得也太 不要随意评价别人的长相 我打断她 她兴兴地闭上了嘴 转头 我就听见她跑出去 大声跟我妈说 我姐的男朋友 是个老头 你说 你怎么能找个老头呢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我妈把我叫出去 三个人并排 坐在沙发上 开始讨伐我 唐田也跟着帮枪 姐 你可不能因为单身太久 就病急乱投医 那是我老板 我低头翻看着工作群里的信息 随口解释着 什么 你勾搭的还是你老板 我妈捂着胸口 我妈捂着胸口 造孽啊 姐 那个老头看着得有五十多岁 应该也有儿有女了 你跟他在一起 不会是小三吧 唐田还在拱火 小三 我妈几乎要跳起来 唐双你说你在外面混得再差 也不能当小三了 你让我们老唐家的脸面往哪搁呀 我爸趁机插嘴 你老板是不是挺有钱的 我妈啪一巴掌拍在他背上 再有钱也不能当小三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家人 妈妈不分清红皂白的指责 妹妹落井下石的挑拨 还有贪财势力的爸爸 他们似乎已经笃定 我在外面做不道德的事 我也懒得同他们解释和争辩 反正他们从小就忽视我 无论我说什么 他们都不会信的 不行 你得赶紧跟这个老头分手 我妈起身去找手机 我这就跟你二审打电话 马上就安排你相亲 谁爱像谁像 我丢下这句话 就回房间了 因为晚上熬夜处理工作 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才起床 洗漱完就发现 客厅里多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二审 另一个陌生男人肥头大耳 看着比以前的我还要胖 想必就是我的相亲对象 只是没想到他不仅离异 带娃 竟然还是个大胖子 简直叠满了吧 二审看见我 转头问我妈 大嫂 你家有客人呢 你大侄女你也不认识了吧 这丫头偷偷减肥了 连我和她爸都差点没认出来 我妈没好气地倒 二审吃惊地 连敲着的二郎腿都放了下来 这是糖霜 二审 虽然打小我就不喜欢这个爱管闲事的婶婶 但是该打的招呼 还是要打 哎呀 这声音还真是小双 二审起身过来 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我记得以前你脸上这个肉啊 把眼睛都快挤霉了 看着都难受 现在这眼也大了 鼻子也挺了 是变好看了哈 她把我拽到那个胖男人对面坐下 毫不避讳地说 我先前还担心你这个形象啊 过不了王帅这关 毕竟人家家里条件好 多少小姑娘想嫁呢 现在好了 丑丑你俩还挺配呢 她又向胖男人介绍我 王帅你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糖霜 名牌大学毕业 从小老实本分 从来没触过对象 老单纯了 胖男人用她的咪咪眼 像看货物一样 上下打量着我 太瘦了吧 不是说很丰满的吗 屁股也不大 能生儿子吗 我前头可有仨闺女了 这个再不能生儿子 我又白娶了 能生能生 二婶殷勤地打包票 你喜欢丰满的 那让她再长胖不就行了 我妈在一边补充 对对对 我家糖霜是一胖体质 胖起来可快了 跟吹气球似的 我冷眼看着这一出闹剧 这就是我的家人亲戚们 他们从小就爱打击我 取笑我 明明我最开始是因为那件事才变胖的 但他们总说是因为我饭量大 吃得多 即便我现在瘦了 他们也还是在用以前的眼光去看待我 评价我 我可以改变肥胖的外表 但永远改不掉他们的偏见 这个叫王帅的胖男人 虽然嘴上对我好像不太满意的样子 但是看我的眼神 却色眯眯的 恶心极了 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充满了交易感的空间里多待 于是毫不客气地道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对象了 而且 就算没有 我也看不上你 不过作为过来人 我想善意地提醒你 最好还是减减肥吧 因为我知道这个样子 看起来有多恶心 扔下这句话后 我不顾在场众人精彩的脸色 起身离开 我这种不给面子的做法 不仅让我二婶气急败坏 也让那个男人成功破防 我听到他们在客厅大声地指责我 而我的爸妈 一边向他们道歉 一边跟着骂我 不识好歹 听得出来 他们是真的很生气 毕竟我二婶损失了一笔介绍费 而我的父母 则失去了高额的彩礼钱 只有唐田 一副置身室外看热闹的样子 等二婶带着人走了 他立马宣布一个好消息 成功让爸妈的脸色由因转情 那就是他的高富帅男友 要登门拜访了 我和唐田大学毕业后 都在海市上班 他的男友应该也是在海市认识的 我当初刚参加工作 父母就断了我的生活费 但照常给唐田打钱 第一次付完房租后 我手头窘迫地 只能向唐田借钱周转一下 结果她不但没借 还从此减少了和我的联系 所以至今 我们虽在同一个城市 却从未在那儿见过面 我这个妹妹 打小就爱在我面前 彰显优越感 她喜欢用我的肥胖 衬托她的苗条 用我的木讷 衬托她的嘴甜 用我的自卑 衬托她的开朗 现在更是想用我失败的恋爱 衬托她找的如意郎君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 迫不及待地叫来自己的男友 唐田的男友也是我们这儿的人 本来说好隔天就来 结果往后推迟了两天 唐田解释说是因为年底太忙了 我爸妈也没说什么 耐心地等着 到了这一天 我爸妈都穿上了新买的衣服 看到我从房间里出来 我妈眼一横 你就在屋里待着不好吗 省得出来乱说话 得罪我的未来女婿 我还没说话 唐田先开口了 妈 我男朋友第一次上门 当然需要姐姐一起长长眼了 我知道 这是她想当我的面 炫耀她的高富帅男友 我转头就回房间 化了全装 换上修身的裙子 再出来的时候 唐田原本得意的笑脸突然就僵住了 我妈很生气 你怎么打扮得比你妹妹还好看 你这不是抢她风头吗 唐田的脸色更暗淡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们俩站在一块的时候 被人说我比她耀眼 唐田张张嘴 正要说些什么 门铃却响了 被唐田描述得像高富帅一样的男友 提着几样礼品登门了 她叫刘月 模样挺斯文 但态度巨傲得很 似乎很享受我爸妈对她的殷勤招待 在沙发上坐下以后 她就装作不经意地把车钥匙放在了茶几上 奔驰的车标异常醒目 我爸妈笑得更开心了 听田田讲 你现在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部门经理了 我妈问 对 我目前任职于斯蒂公司采购部 我们公司是上市企业 我听到这个公司名 眉毛一条 一直关注着我的唐田立马问 姐 你也听过斯蒂公司吧 业务上有过接触 我实话实说 刘月皱着眉 我们公司从来不跟小公司合作的 对啊 姐 我记得你说过你们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吧 怎么可能够得上斯蒂公司的业务呢 唐田说的是我刚毕业实习的那个小公司 刘月文言 脸上的表情更鄙夷了 我想了想 说起来斯蒂市场部的经理也姓刘吧 我们公司跟他有过接触 唐田怀疑地看着我 我们市场部的经理确实姓刘 刘月点头 唐田的脸色立马拉了下来 不过 刘月画风一转 这都是我们公司官网上的公开信息 谁都能查得到 唐田重新恢复笑容 故作体贴道 姐 都是自己人 你也别掩饰了 在小公司上班又不丢人 我们公司也才五百多号人呢 我笑了笑 没再说话 我妈不耐烦地终止这个话题 算了 别说你姐了 她那个破公司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那像刘月你 才上班几年就已经年薪上百万了 刘月满脸得意 我妈趁机邀请她 后天是田田 她乃七十整寿 我们准备大办一场 全家人都去 你跟田田一起吧 刘月一副大忙人的样子 后天我不一定有时间 最近很多老同学老朋友请吃饭 推都推不掉 唐田摇着她的手臂 甜蜜地撒娇 去吧 我想让奶奶见见你 对啊 我妈跟着道 我们田田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可得让其他人好好看看 刘月半推半就地答应了 唐田眼珠一转 姐 后天让你那位也去吧 毕竟我们都找到了对象 奶奶见了肯定开心 我还没说话 我妈先反对了 不行 她敢带那个老头去 还不把你奶气死 我正低头看信息 好啊 她刚说 确实也想来看奶奶 她有什么脸来 她的年纪都快赶上你奶了 我妈气得都顾不得 刘月还在场了 谁让我姐喜欢呢 唐田幸灾乐祸 我跟男友回复完消息 收起手机 也没开口解释 因为跟这些所谓的家人相处 其实还不如我跟着老头一块的时候有成就感 我奶奶是这个家里对我最好的人 当然也是唯一对我好的人 她在家人嫌弃我的时候会安慰我 在别人奚落我的时候会护着我 如果不是为了她 我根本就不想再回这个家 也不想再见那些所谓的家人 爷爷走了以后 奶奶就轮流在两个儿子家里住 这两个月轮到了二婶家 奶奶的七十大寿 被二叔定在了全市最好的酒店 姑姑一家也到了 他们都对我如今的形象表示震惊 震惊之余还有点遗憾 遗憾于再不能拿我的体重当乐子了 只有奶奶是真心替我高兴 她拉我坐在她旁边 一直握着我的手 不一会儿眼眶就红了 心疼道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才受下来的呀 奶奶 都过去了 我回握着她的手 安慰她 刘月摆着谱 和唐田姗姗来迟 姑姑和我妈一直不太对付 他们总是互相找不痛快 以前的我 总是能被姑姑当作 奚落我妈的炮灰 现在 姑姑在我身上 找不到突破口 终于把目光瞄准了唐田 哟 这小双好不容易瘦了 怎么甜甜胖起来了 你看这肚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了呢 为了这次在家族里风光露脸 还特意去垫了鼻子的唐田一听 脸都黑了 她今天花了两个小时装扮 又特意穿上 从海市带回来的新年战袍 一身红色的紧身针织裙 不过买衣服的时候 她显然没想到 自己短短几天就胖了一圈 以至于坐下来的时候 凸显了小肚腩 刘月也往唐田身上扫尸了一圈 面露不悦 唐田尴尬得都不敢接话 我看着她一边努力吸气收复 一边还要故作轻松的样子 却一点都不同情她 因为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我 即便在席上把自己缩成一团 也总是能被他们拎出来嘲笑一番 胖点怎么了 胖了有福气 我妈不甘示弱地反击 我在心底冷笑 她以前可从来不会站出来维护我 也不会说出胖是福气这种话 她只会嫌我晦气 而且我们甜甜那是幸福肥 我妈趁机介绍刘月 这就是甜甜的对象 叫刘月 今天特意让她过来给妈看看 接着她又把刘月的履历 着重强调了一遍 最后得意地看了一眼姑姑 因为姑姑家的女儿曹雪和我们同龄 而且从小就是学霸 毕业后又考进了电视台 现在是一个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的主持人 以往姑姑总是能靠这个优秀的女儿压我妈一头 今天曹雪也带了对象过来 据说是一个外科医生 貌不惊人 但看着很是稳重 估计我妈就是听说姑姑要带女婿过来 这才想让刘月过来给她撑场子的 虽说医生收入也不算低 但我姑姑一直想让曹雪找个富二代 所以她对这个准女婿还是不太满意 奈何拗不过曹雪 现在被我妈一刺激 眼看指甲都要把桌布戳出窟窿了 不过她也不是好惹的 她像长辈关怀晚辈一样盘问刘月 小伙子既然收入这么高 应该买房了吧 地段在哪儿啊 是不是学区房 买过了 刘月也有心炫耀 在盛景临院 我妈补充道 那儿的房价可不便宜 得小两万一平呢 姑姑却故作惊讶道 甜甜你俩都在海市上班 怎么不在海市买房呀 刘月一顿 海市哪怕是郊区房价也快四万了 她家也是普通工薪阶层 在买过一套房的情况下 哪还有多余的财力再去海市买房 不急 我妈赶紧帮她接口 刘月这才上班几年就当上了经理 过几年 职位和收入肯定会更高 海市的房子早晚会买的 刘月点点头 表示认同 姑姑却不以为然 我们甜甜 打小聪明又漂亮 她妈一直都说 将来要娶甜甜彩礼 不能低于五十万呢 刘月估计 还没跟唐甜探讨过这个问题 文言看了一眼唐甜 嘴上淡淡道 我们还年轻 不急着结婚 唐甜紧张地看了她一眼 把求助的视线投向我妈 我妈欲言又止 进退两难 我猜她无非是怕 如果否认的话 将来收不到高彩礼 如果承认的话 又怕这么高的彩礼 会把刘月给吓跑 姑姑露出胜利的笑容 乘胜追击 又朝我看了过来 说起来 小双可比甜甜还要大一岁 怎么也不带对象 来让奶奶高兴高兴 你奶奶可最疼你了 我妈刚要说话 急于转移炮火的糖甜 立马接口 我姐也有对象了 一会儿就过来 对吧姐 我没搭理她 只对奶奶道 奶奶 我男朋友等一下 要过来给您助寿 她说她特别感谢 您从小对我的爱护 好好好 奶奶高兴极了 所有人都很好奇 我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 毕竟在今天之前 他们都觉得 以我的形象 根本找不到对象 二婶的儿子唐力 忍不住催促我 双姐 你男朋友咋还不来 马上就到了 我已经把房间号发了过去 过了几分钟 门被敲响了 一位侍者领着一个人 走了进来 在看清来人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 这难道就是小双的对象 姑姑说话都结巴了 其他人也瞪大了眼睛 完全不敢置信 只有糖甜 眼里带着满足期待的兴奋 我妈一副完了完了的表情 看向我的眼神 似乎能喷出火来 就差没有当场大骂我 丢人现眼 因为来的人 正是他不待见的那个老头 老头 剑步朝我走过来 笑道 小唐 家里老人过生日 怎么不提前打招呼 要不是我来这儿视察工作 听力经理提上一嘴 我还不知道呢 于总 我起身 恭敬地打招呼 他就是我的老板 也是一个即使在放假期间 也还是闲不住给下属 开视频会议的工作狂 这家酒店 也是我们公司旗下的连锁品牌 这两天正赶上他来年底视察 李经理是这家酒店的负责人 他之前去总部开会的时候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于总越过呆愣的众人 又朝主位上的奶奶助寿 老人家生辰快乐呀 您可是有个好孙女 也是我的得力干将 这两年帮我把公司市场部业绩 搞得蒸蒸日上 有这样能干的晚辈 您老有福气哦 奶奶一脸懵 不住地道谢 来得匆忙 也没带什么礼物 今天这顿餐费就免了 就当是我送的礼物吧 于总说完 体贴地退场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家人团聚了 小唐啊我们年后回公司再见 宋宇总出门后包厢里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姑姑一脸茫然 刚才那是小双的老板还是对象啊 我妈难得地附和她 我也不知道啊 她是我老板 我给出正确答案 不可能 唐田不甘心地反驳我 老板怎么会关注你一个小员工 因为我是她市场部的经理 我淡淡地道 我不信 唐田努力地找着理由 刚才那个人 他根本就不像老板 哪有老板穿那么普通的 这个我承认 我们于总确实不爱西装革履 就爱夹克老头装 出门如果身后 不跟人 谁也想不到 他是一家市值百亿公司的老板 就是啊 这个老头不知道打哪冒出来装大款 该不会是双截你 请人来演的吧 唐利也嘟囔道 还说要给我们免单呢 他知道这一桌多少钱吗 我罢定的可是三千九百九十九的标准 话音刚落 门又被敲响了 进来的人西装革履 自我介绍道 我是酒店的经理 免贵姓李 刚才我们集团的老总 把本包厢的用餐标准 提升到了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菜品马上送到 请稍等 李经理说完 就退了出去 房间里众人面面相去 姑姑率先开口 这该不会是酒店的套路 变相让我们多花钱吧 二审负荷 对啊 八千多块 算下来 我们每家人要均摊快三千了 小双 等下如果没免单 这个钱你可得全出 奶奶生气地对他们道 钱我出行了吧 正在这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曹雪开口了 小双的老板是不是叫于同林 于是集团的大老板 难怪我一直觉得面熟 刚想起来 这家酒店当初开业的时候 我采访过他的 我点头 是的 那真是巧了 曹雪的声音立马热情了起来 没想到 小双你就在于是上班 我们电视台最近正打算找这家酒店 拉赞助呢 到时候还得麻烦小双 你帮我们签个线 说完 这个平时高傲得像孔雀一样的表姐 殷勤地过来 替我倒了杯饮料 其他人神色又变了 唐田咬着牙 就算他真的是大老板 那你们的关系肯定也是见不得 话没说完 就被我的电话铃声打断了 我按下接听见 你快到了 好 包厢在二楼 小双 又是谁来了呀 奶奶关心地问 是我男朋友 唐田后面的话 于是就卡在了喉咙里 场面尴尬极了 男友马上就到酒店门口 我已经给他发过包奸号 本来不用下去接他 奈何唐田非要去门口看着 唐丽也跟着起哄 于是我不得不下楼 姑姑和二婶对视一眼 也跟了上来 酒店门口 一辆车驶进 我往前迎了几步 在看清那是辆出租车以后 唐田紧张的表情终于松懈了下来 唐丽也失望道 这年头还有人买不起车呀 姑姑可能是想替女儿争取我的好感 说道 小双啊 你要是找的对象不太如意 回头姑姑再帮你介绍条件更好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介绍那些离异的 歪瓜裂枣的 后面这句还暗自踩了二婶一脚 二婶吃了个别 可能是理亏 也没敢吱声 我的脚步不停 越过前面那辆出租车 朝后面走去 黑色的奥迪商务车停了下来 男友从后座下来 笑着朝我走过来 租的车迟到了 没让奶奶久等吧 她歉意地问 没有 一听车是租的 唐田的嘴角又勾了起来 恢复了优越感 那就好 男友放心了 凑近跟我说悄悄话 过年我给司机放了假 没想到出门这么不方便 一行人回到包厢里 刘悦不在座位上 应该是去洗手间了 我向奶奶介绍了周成家 奶奶洗得何不拢嘴 好好好 这孩子长得真俊 男友高大俊朗的外表 很容易就俘获了老人的好感 小周在哪高就啊 二婶嘴快地问 帮我父母打理一些家里的生意 男友回答道 二婶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心里肯定想 他就是个啃老的 我妈也对男友的身份不太满意 铁嘴道 我们小双可是大集团的市场部经理 小周你要是想跟我闺女在一起 以后可不能光靠家里 要更努力才行 我会的 男友好脾气道 唐田一直四季开口 抓住话茬就问 周先生 你见过我姐以前的照片吗 跟现在差距有点大哦 上学的时候 他还有个外号叫卡门 因为有一次他进教室的时候 因为太胖 被门卡住了 哈哈哈哈 好不好笑 他装作是在活跃气氛 但是席上没有一个配合他的 就连我都很平静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 气急败坏 他只好尴尬地收住笑 周成家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 我不止见过你姐以前的照片 还在他手机上 见过你们全家人的照片 恕我直言 你跟以前的差距也挺大的 他说的是唐田整容的事 他那突兀的鼻子 让整张脸都充满了一种科技感 完全没有以前的甜美自然 唐田气得嘴唇直抖 毕竟整容的人最忌讳别人说 还不如不整 气氛继续安静 就连我妈这次都没有站出来 替唐田说话 正在这时候 外出的刘岳回来了 看到我身边坐着的周成家 他脱口而出 周总 刘岳的一声 周总叫得在场人都惊诧不已 唐田茫然地问 什么周总 我妈也问 你们认识 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刘岳小声解释 随后恭敬地问 周总 您怎么在这里 周成家疑惑 你是 我是采购部的刘岳 哦 周成家淡淡地点点头 但是看表情就知道 他完全不记得这号人 晶莹的姑姑看出了端倪 怀疑地问刘岳 你不是采购部的经理吗 那你们老总 怎么不认识你 采购部的经理 不是姓秦吗 周成家皱眉道 刘岳紧张得脸色发白 但是在总经理压迫性的视线下 不得不开口 我是储备经理 哇 那你们公司待遇真好 一个储备干部 都有百万年薪了 二审惊叹道 年薪百万 我不记得采购部员工 有这么高的工资 周成家面色严肃 看来年后 我得让财务部好好查查账了 刘岳出了一头冷汗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周总 我家里还有点事 能不能先走一步 去吧 周成家也不想把老人家的寿宴 搞得太僵 刘岳得到批准 顾不上无助的唐田 快步转身离开 一秒钟都不敢多待 在场众人哪还不明白 这个刘岳原来是牛皮吹过头了 姑姑怎么可能错过这个热闹 幸灾乐祸地对我妈说 原来这是个爱说瞎话的 大嫂你真是差点就被骗了 田田也真是单纯 怎么什么话都信呢 以后还是长点心 别什么人都往家里领 她又转头攻为我 还是小双眼光好 你看跟周总多般配啊 我妈跟唐田的表情精彩极了 我猜他们此刻恨不得刚刚跟刘岳一起消失 好了 吃饭吧 奶奶看着这一出闹剧 已经有些累了 年后我也要返回海市了 我妈看我在收拾行李 殷勤地想要来帮忙 我拒绝 不用了 我在这个家没有多少想带的东西 我妈戚戚爱爱 这毕竟是你的家 以后常回来看看 我和你爸平常挺挂念你的 我毫不客气 没事我不会回来的 你们也不用挂念我 那 那如果你以后准备结婚 记得提前跟我们说 婚姻大事还是要有父母做主的 比如彩礼什么的 你不方便提的要求 我和你爸替你开口 不然你的性格很容易吃亏 你们还是去做唐田的主吧 他看起来比我更容易吃亏 我妈噎了噎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提着行李走出房门 唐田正站在我的门口 你一定很得意吧 现在的唐田狼狈极了 从寿宴回来就躲到自己房间里面 晚上夜深人静才出来报饮报食 短短几天又没少长肉 我不想搭理他 谁知道他竟拽住了我行李箱的拉杆 堵住了我的路 凭什么你那么胖还能这么得意 他不甘心地问 凭什么 我冷笑 凭我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凭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衬托去获取成就感 我环视着自己的家人 质问道 而且我最开始为什么会变胖 你们都装不计的了吗 就是因为家里买的牛肉变质了 唐田尝出味道不对后 没有说出来反而都塞给我吃 导致我食物中毒 不得不激素治疗 我爸妈都心虚地低下了头 以前的事我不想追究了 我曾经受过的委屈 也没有计较的意义了 现在跟我谈亲情也大可不必了 我推开唐田阻拦我的手 最后给了他一句忠告 唐田 你想要过得比别人好 那得自己去争取 而不是盼着别人落魄和失利 天天比来比去 你不累我都替你累 说完 我拉着行李 头也不回地离开 新的一年开始了 每个人都不该困在过去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日落尤其温柔 人间皆是浪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日温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同事见我爸给我送菜 嘲笑我是乡下的土包子 集体排挤孤立我 不料三周后 我爸身份曝光 公司同事像吃屎一样难受 公司同事听见我爸要给我送菜 嘲讽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 集体孤立我 全城封城后 却只有我还可以预约买菜 他们开始向我摇尾起连 求我送他们几个蔬菜包 我笑了 不好意思 你们已屏蔽了 刚进公司第一天 我就被同期嘲讽太陋 拉低了他们的档次 那些老员工 肯定会因此瞧不起我们 我无所谓地扯了扯身上 价值三百块的白色衬衣 按探让人看不看得起是看你的技术 可不是你身上那价值几千块的衣服 我爸小时候是在土里刨食的 当然现在也算 所以他一直教育我跟弟弟要勤俭节约 不买华而不识的东西 我们家已经有好几百亿的资产 但我还是穿着淘宝上买的T恤 舒服又好看 奢侈品除非重要场合 否则实在是没必要 就在他们明朝暗讽了我几句后 组长终于出现在了办公室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 看上去有些严厉 她将我们三人从头到脚 再从脚到头打量了一遍后 拉着最左边穿着一身 香奈儿小套装的宋茜友好的问道 你就是宋总的千金吧 宋茜交金地点了点头 你就是爸爸提过的刘组长吧 没错没错 你爸爸已经跟经理打过招呼了 以后我会好好关照你的 肯定让你在这里 舒服地学到很多东西 舒服二字被刘组长加中了语调 明眼人都知道了他是什么意思 我撇了撇嘴角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社会 找关系总是无处不在 两人寒暄了好久之后 刘组长终于想起旁边 还站着两个人 他朝我身边的李娜娜走了两步 跟他握了握手欢迎他加入公司 说完后 他又朝我这里走了一步 就在我打算伸手跟他向握的时候 他却突然转了身朝外走去 这个老贾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这边分 我默默地将手收了回来 身边传来两声吃笑声 这个刘组长出了名的势利眼 入职前也不知道打听打听 穿成这样就来了 能不被嫌弃吗 我侧头朝说话的李娜娜望去 她直接对我翻了个白眼 好了 宋倩拉住李娜娜的手 打听也得有人脉啊 你看她这样子像有吗 说完 两人手挽着手先出去了 我在会议室深呼吸了好几次 安慰自己等我发挥出 我的软件设计实力 到时候就不会再有人看不起我了 等到公位后 刘组长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任务 这是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我跟宋倩还有李娜娜 都是名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担任的岗位都是助理软件设计师 有学长跟我说过 像我们这种资历 刚进公司一般就是跟着公司老员工 实践学习已有代码的编程 办公室里除了我们新来的三个人 只有两个正在码代码的男生和刘组长在 刘组长朝坐在窗边的那个男生 先喊了一声 顾望书 你帮忙带下送钱 男生从电脑前微微抬起了头 脖梗修长 白色衬衣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 露出了精致的锁骨 她额前碎发已经有些长了 微微遮住了眉眼 但望过来的眼神却异常犀利 嗯 是个看上去不太好惹的帅哥 宋倩却娇笑着跑过去喊了一声 师哥 我暧昧的眼神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 却被顾望书当场抓了个正着 她眉眼冷淡地朝我望了一眼后 又低下头去马带马了 刘组长顿时觉得有些尴尬 宋倩却似乎早洗以为常 自己扒了个椅子后就坐到了顾望书身边 叽叽喳喳地问了好多问题 我无奈地辅了辅额 这大小姐不会不是来工作 而是来追男人的吧 李娜娜自然被刘组长 安排给了另一个男生带 至于我 刘组长随意指了个空位 你也看到了 现在也没多余的人能指导你 你就坐那里自学吧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刚想去座位上坐好 顾望书却突然抬起 头朝刘组长喊道 让他跟着我吧 刘组长惊讶地瞪大了眼 那宋倩怎么办 他太吵了 一句话 让宋倩的眼眶瞬间红了 他不去怪那个冷漠的男人 反而朝我狠狠瞪了一眼 莫名其妙 但不知道是顾望书实力太强 还是他也有什么深厚的背景 反正他说完后 刘组长就将哭哭啼啼地送钱 带到自己办公室里去坐了 顾望书看向还在那站着的我低贺了一声 傻呆呆愣着干嘛 想偷懒 帅哥是真帅 奈何长了嘴 顾望书的代码实力是真的强 一早上为了跟上他的进度我整个大脑飞速旋转 后脑勺都隐隐作痛了 想到下午还要坚持那么久 我果断去茶水间泡了杯咖啡 正在撕包装袋的时候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蔬菜大王四个字欢快地跳跃着 因为没手接听 老爸又是个急性子 我只能用手肘按了免提键 老爸那红亮的嗓音 顿时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南南 第一天去公司感觉怎么样 还行吧 我将咖啡粉倒进玻璃杯里 打算去接热水 要不要老爸去给你送点蔬菜 外面买的没有家里的新鲜 也行吧 老爸 我马上要上班了 晚上再给你回电话 等我挂断电话 接完热水后才发现 刘组长 宋茜 还有李娜娜 一个不落的 正站在茶水间门口 好笑地打量着我 原来是各乡下来的土包子 怪不得穿成这个模样 这应该是他最好的一身 衣服了吧 李娜娜符合宋茜道 刚刚他爸说什么来着 外面买的没有家里的新鲜 哈哈哈哈 连夜挖出来 给他送过来吗 不知道你爸登小三轮 要登多久才能到这里呀 我盯着一唱一贺的三个人 紧紧地皱了皱眉 什么玩意儿 我爸为什么要登三轮 我们家有好几千个送菜的外卖员 随便找人给我送一下就行了呀 而且我们家全国各地都有大型仓库 除了软件订菜外还给各家大型超市供货 我家的菜的确是比买得更新鲜啊 见他们一脸看我笑话的样子 我无奈地俯了俯额头 我爸这么忙 他会安排人给我送的 刘组长指着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哟 你们看看他那副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呢 李娜娜忙附和着讽刺我 笑死人了 你爸是忙 忙着跑土呢吧 还安排人给你送 他捂住嘴笑起来 也是乡下什么都不多 穷亲戚最多 三个人哄堂大笑 我太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是吧 我刚想将我手机余额宝打开给他们见见市面 就听见宋茜娇羞地喊了声 师哥 我抬头望去 只见顾望书正站在他们身后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瞄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上班五分钟了 明明刘组长先前再也没觉得什么 但一被顾望书看见我瞬间有了一种 上班摸鱼被领导抓住了的射死感 干什么呢 我缩了缩脖子 刚打算解释我只是泡杯咖啡 醒醒神 就发现顾望书竟然不是对我说的 工作时间少干跟工作无关的事 他的声音冰得能吊渣 宋茜的脸仗得通红 刚想上前解释两句 顾望书已经目不斜视地走了 涂留一个潇洒的背影 都怪你 大小姐跺了跺脚跟着跑了 我摸了摸鼻子 这也能怪我 单相思的女人果然不可理喻 顾望书虽然是一朵高龄之花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 嘴还毒得很 但工作能力那绝对是杠杠低 跟着他学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他对我的进步也有些惊讶 竟然时不时会夸我两句 简直受宠若惊 若是没有那绿茶三人组 时不时对我冷嘲热讽一番的话 这简直就是理想的射出生活 这天顾望书正在给我讲解公司经典案例 我正听得入神 背后突然有一股热气 吹得我脖子痒痒的 我随意地往后挥了挥手 啪得一声脆响 竟然直接一巴掌拍在了人脸上 吓得我马上回头 正巧对上宋茜要把我吃了的眼神 你 你站在我后面干嘛 他刚想怒斥我两句 脸部都猙獰了 顾望书一回头 他竟然娇娇弱弱地捂住了半边脸 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还挤出了两滴鳄鱼泪 便脸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师哥 杨千尘他打我 这下说不清了 顾望书却瞥了我一眼 诞生解释道 是你先吓到他了 诶 高领之花下烦了 他不是最讨厌管这种闲事了吗 我带愣愣地盯着他 嘴巴张德可以塞下一只鸡蛋 他竟然扯起一边嘴角笑了笑 脸颊上的梨窝清晰可见 该死 我这可怕的心跳声要被人听见了 自从那天顾望书维护我之后 宋茜对我的态度更差了 不知道他跟刘组长怂恿了什么 第二天他就在早会的时候 宣布要将我派去跟进一个新项目 小杨这段时间跟着故宫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们都看到了你进步很大 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现在我们研发 组证缺人 所以也顾不上你是新员工了 这个项目就交给你负责吧 我将项目策划方案接过来 余光看了眼在一旁 窃窃私语的宋茜和李娜娜 心里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但翻看策划案后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一个正常的研发项目罢了 好好干 这可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 要是完不成 那你这试用期 刘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未尽之意很明显了 要是我这个项目没完成好 他就直接把我的试用期给毙了 虽然这份工作对我可有可无 但试用期都通不过那是面子问题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放心吧组长 我会尽全力的 他挑着眉笑了笑 那我就期待你的表现了 所有人都看笑话一样看着我 只有顾望书他皱了皱眉 却没多说什么 只是在走过我身边时 低声说了句有事可以找他 我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感激 冷漠的人对人好起来 格外戳人 这样也好 远离顾望书一段时间 免得我自己陷进去 这是一个大型商 抄外送软件的设计项目 公司扬言 绝对要在众多软件设计公司中脱颖而出 把他拿下 所以刘组长说这个项目 是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 直接影响到我的试用期并没有骗我 虽然按说这种项目 一般都应该有经验老道的人带领团队去做 他却交给了我一个新人 也不给我任何人辅助 绝对是在给我埋坑 但是我这却脾气 好盛心 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我一定要凭我的实力 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开始仔细研究 那家大型商超的销售对象 目前销售模式等等 然后在公司制作的经典软件里 寻找样式模板 以作为设计方向 及投标案例之称 找找找找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家的订菜软件 竟然就是公司做的 诶 这个不是我家的吗 什么你家的 李娜娜坐在我斜后方 文言椅子一滑 已经出现在了我身后 她看了眼电脑屏幕上的当当买菜 一脸震惊地问 你说这是你家的 我随意地点了点头 这款软件是三年前做的 当时因为是全国首个订菜软件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也让我家的生意上了好几层楼 因为这个软件 我家才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大型仓库 招聘外卖员 形成如今的一体化产业链 我还是挺感谢当初劝我爸劝了好久 才把他说动作软件的那家公司的 但当时我还在上大学 老爸的生意我并没有过多关注 所以一直不知道这家公司到底是哪家 原来竟是我们公司 人生真是好巧 想到老爸每次说起当初劝他做软件 后来又跟他各种商讨设计的那个优秀年轻人 我好奇地把页面往下翻了翻 却并未标记设计人的姓名 不知道是哪位大神 真想瞻仰摩拜下 正当我有些遗憾时 旁边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声 我疑惑地望过去才发现 李娜娜正一副要笑不笑 看好戏的模样盯着我 杨千尘 你怎么好意思的呀 我又怎么了 我发现我跟这几个人思路永远不在一条线上 人家那是当当买菜 全国第一的蔬菜输送公司 你说那是你家的 就是我家的呀 这年头说实话没人信了还 倩倩 你看着她这逼装的 你要是当当买菜的千金 那不是比倩倩家还要有钱超级多 她双手抱胸 一脸鄙视地望着我 当当买菜从你家那里收菜了吧 你那么想跟别人扯上关系 宋倩在不远处抬起头冷冷地望向我 她一句话都没说 但眼里的鄙夷简直不容忽视 倩倩 你怎么不说话 李娜娜作为宋倩的狗腿子 关键时刻时时牢记自己捧臭脚的使命 我跟不在一个层次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说着她朝顾望书坐着的方向望去 那人却似乎根本没听见我们这边的争吵 还在专心地马着代马 也对 野鸡还能变凤凰吗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说完 李娜娜小跑着跑到宋倩身边 跟她窃窃私语去了 隐约只能听见什么 你家那超市 不是跟当当买菜有合作吗 应该见过当当买菜的千金啊 怎么不当场揭穿她之类的话 我摇了摇头 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毕竟刚刚李娜娜也说了 真的假不了 在经历了三天 彻头彻尾的通宵加班后 我终于顶着一对黑眼圈设计出了一款 超市外送的软件模板 虽然它还不是很完善 但有一个调配功能 我觉得极具创新 应该能在此次投标中脱颖而出 我想拜托顾望书顾大神再帮我看两眼 宋倩却及时地挡在了我们俩中间 告诉我刘组长 喊我去他办公室 没办法 我只能先去组长办公室再说 小杨 你的软件设计得怎么样了 刘组长坐在偌大的老板桌后面 头都没有抬起来 明明只是个小组长 老板派头倒是摆得十足 差不多了 他似乎没想到我能这么快 有些惊讶地逆了我一眼 那你今天就去找商超的负责人聊聊吧 周五就要投标了 周五 他给我的方案书上不是写的是下周三吗 我还以为时间充裕着可以好好完善下软件呢 要不是我自己加班把软件赶出来 到时候没赶上投标就是我的错了吧 我实在没忍住讽刺了下他 毕竟是个大型公司的研发组组长 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会用工作来给我使绊子 刘组长一下子脸色都变了 刚刚还是趾高气扬的 经我一讽刺 恼羞成怒的脸都扭曲了 杨千尘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是故意告诉你错的时间 难道不是吗 我也是刚刚收到的通知 立刻就告诉你时间改了 他气得站了起来 直接冲到我面前 长长的手指甲快戳进了我眼睛里 你不要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 你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花费时间捉弄你 这还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骂 气得我脸胀得通红 但一句骂人的话都说不出来 老爸是做生意的 讲究和气生财 所以我们全家在他的熏陶下 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性格 吃亏就是福吗 我没忍住往后退了两步 却正好瞥见站在门口偷看 里面情况的送钱 对上他阴毒地望着我的视线的那刹那 我知道我先前猜得没错 他们肯定是故意这样的 但没想到我会熬夜加班做软件 所以他们要开始打游戏了 我连眼角都气得通红 死死咬住唇材 没有哭出来 我想反驳他们 但我没有证据 我猛地拉开办公室的玻璃门 宋倩微微笑着看我 似乎胸有成竹一般 我慢慢走到他面前 死死盯着他的双眼 你说 你们这么欺软怕硬 若是之后发现 你们看走了眼 把西瓜当成了芝麻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承受的了 宋倩冷冷笑了笑 你是在说 你是那个西瓜吗 他眼睛往上一翻 真把自己当当当买菜家的千金了 做人呢 还是务实点好 少做白日梦 我瞪着他摇曳的背影 死死握紧了拳 这次看来 我要违背老爸教我的做人准则了 我走回座位的时候 发现顾望书正静静地看着我 我朝他望去 他的眼睛被身后的太阳光照地闪闪发亮 眼里涌动的情愫 莫名让我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我死死掐住自己的手心 将头别开 不再看他 这一切 迟早我会讨回来 就先让他们得意这一阵 我跟商超负责人通了电话 他语气并不算太好的 让我直接去门店找他 他今天要检查门店运营情况 没那么多时间留给我 让我务必在两点半之前赶到 否则他不会再见我谈合作的事了 我看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两点十分了 可商超距离 我大概有七公里 这座城市又以交通拥堵闻名 除了飞过去 我似乎别无他法 我求了半天 他却态度异常坚定 没办法 我只能拿着材料冲出去 不试试就认输不符合我的风格 因为刚到这座城市没多久 加上工作太忙 老爸催我去买车我一直没去 上下班我一直都是坐的地铁 速度比较快 早上可以睡晚一点 这也是宋倩他们嘲笑我家里穷的另一铁证 因为那家商超附近没有地铁口 我只能选择打车 在拦车的过程中 突然一辆小毛驴停在了我面前 张书 我愣愣地盯着面前摘下绿头盔的黑脸大叔 他正一脸和善地朝我笑着 大小姐这是要去哪 看上去很急的样子 这些天老爸都是安排的张书 每天给我送菜 所以我迅速地跟他熟悉了起来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这里碰见他 我要在两点半前赶去市联商超 时间有点赶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 现在已经两点十三了 张书见我急得不行 从车上下来将座椅打开 又取出个绿帽子让我戴上 大小姐别急 张书保管把你准时送到目的地 等我带着当当买菜送菜人 那顶标志的绿帽子 扯着张书的衣角在风中飞驰的时候 我还在想一件事 老爸这是傻癖好 爱给人戴绿帽啊 两点二十八 张书一个急杀 帅气地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市联商超 我来不及跟他表达谢意 将头盔还给他后 就抱着一堆材料 拼命往里面赶 可我紧赶慢赶 终于赶在两点半前赶到门店 却被店员告知 宋总已经回公司了 我打开手机 没有任何联络电话 他是刚刚才走吗 店员歪了歪头想了下 走了十多分钟了吧 他走的时候 我还在整理货架呢 我忙拨打宋总的电话 嘟嘟两声 倒是很快被人接听了 喂 小杨吗 对 宋总 我已经到了 但这边店员说 你已经先走了 我们不是约好的两点半吗 哈 是约好了 我还以为你铁定赶不到呢 没想到你倒有点本事 宋总 这不是我敢不敢得到的问题 做人应该要言而有信吧 对面传来一声吃笑 小姑娘刚出社会吧 大概还不知道 求人两个字怎么写 这么认死理 怪不得不讨人喜欢 既然生活在底层 那就先学会仰望别人 一连三句话 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的喉咙口就像被人塞了一块 又臭又色的抹布 死死堵住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等电话被对面挂断后 我才失魂落魄地往店外走去 从小到大 我一直没受过什么苦 大概在我出生前 我爸的蔬菜生意就已经做起来了 钱 对于我来说只是个数字罢了 但因为我爸过过苦日子 他知道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每天苦苦挣扎地活着的痛苦 所以他一直教导我们不能忘本 也不能看不起别人 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 没有高下之分 我突然有些疑惑 从前我所收到的那些善意 到底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 还是因为我是当当买菜的千金 张叔见我失神的样子吓了一跳 着急忙荒地抓住我的手臂 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 看着那张被风霜摧残了的脸 我忍了一天的眼泪 终于再也没忍住流了下来 这下张叔更慌了 他手足无措地想帮我擦眼泪 又看了看自己手上 还残留着的蔬菜上的泥 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大小姐 您到底是怎么了 受什么委屈了吗 让杨总给您出气 您先别哭了 我却越发委屈 哽咽着问他 张叔 你对我那么好是因为 我是我爸的女儿吗 这是什么话 他瞪大了一双牛眼 我对小姐好那是因为小姐 也对我好啊 张叔拉着我在路边时 瞪上坐下 纠结了半晌后 还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不知道小姐遇到了什么 但小姐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听老张说会话 我哭着点了点头 小姐刚刚问老张老张 为什么对小姐好 其实老张也没为小姐做过什么 只是听从公司的安排给小姐 每天送送菜罢了 我就说一件事吧 我第一天去小姐家给小姐送菜 明明楼里有电梯 但小姐还是亲自走到了楼下来接我 人都是相互的 你尊重别人 别人也会尊重你 跟你的身份地位没关系 跟你的人品有关系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我脑中一直在回想张叔的话 我突然发现 之前是我一直想岔了 因为我现在遇到了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 我受了委屈 所以我误以为所有人都是那样的 但有更多的人其实并不是 他们有身份有地位 但他们也有同理心 不会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就比如手机上正闪烁着的蔬菜大王 我红着眼眶将电话接通 小老头慈爱的声音 立刻顺着电话线温暖了我的心 听老张说 我的宝贝女儿被人欺负了 一句话 让我的鼻子又酸酸的 老爸 这次我大概不能按你说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傻孩子 你忘了老爸 还有一句常说的了吗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都有老爸给你撑着 至于那个市联商超 我们已经跟他们解除合约 停止供货了 别忘了 你老爸我 可是蔬菜大王 当晚 我给爱马仕的贵姐打了个电话 她立刻将最新品全部搬到我家任 我挑选 我将是我风格的全部留了下来 贵姐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 第二天一早 我穿了一套爱马仕的纯白套装 背着爱马仕喜马拉雅鳄鱼皮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到了楼下 那里斯达斯店的帅气小哥 已经在等我了 杨小姐您好 这是杨总亲自为您挑选的作家 昨天刚从首都拖运过来 我将麦凯伦的钥匙 接过在手上转了个圈 笑咪咪道 是我最喜欢的特菲尼兰呢 小哥办公着身子笑道 杨总看到这车的第一眼 就说特别适合杨小姐 我边坐进驾驶位 边朝他挥了挥手 谢了 还好老头没有给我买他最喜欢的绿色 否则我今天宁愿打高级滴滴 一路飞驰 路上虽然堵 但我明显能感受到所有车都离我远远的 生怕跟我发生什么碰撞 所以到公司楼下的时候 竟然还比往常早到了十分钟 早知道这样我早去买车了 还挤什么地铁 刚下车 好巧不巧正看见不远处的车位上 刘组长正从一辆奔驰一级上下车 我特意靠在车门边没走 看着宋茜从驾驶座上走出来 一大早这两人就勾搭在一起 应该是在计划着今天怎么嘲笑我吧 昨天走出商超后我也想明白了 那负责人姓宋 肯定跟宋茜脱不了什么关系 怪不得突然把这么一个大项目甩给我负责 他们应该是想让我因为这个项目 没完成无法通过试用期 之后宋茜再借由家里的关系 为公司争取到这个大单 得到大家的赞赏 这种老套的套路 其实稍微动点脑子就能想得明白 但我一直以为对待一份工作 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不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到公司的利益 可这些人竟然连最基本的职业道德都没有 见他们两个人说说笑笑地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我突然不想就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我坐回驾驶室将车门关上 因为贴了最深的车窗膜 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 刘组长走到我的车边时 兴奋地拉着宋茜的手惊叹个不停 这幢楼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 地下停车场自然只有公司的员工可以停 是谁中彩票了 竟然开了这么好的车 这是什么牌子啊 我都没见过 宋茜果然家里有点小钱 一眼就认出了车的标志 麦凯伦吧 好像是个新款 真好看啊 小茜 你帮我拍张照吧 刘组长摸着我的车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在她跟宋茜两个人摆了好几个姿势拍完照后 终于舍得上楼去上班了 我打开手机 看到宋茜新发了个朋友圈 公司有人中大奖了 这车确实好看 什么时候让我爸也给我买一辆开开 我笑了笑 给他点了个赞 要是真有钱倒可以随便买豪车 也不会开什么奔驰翼吧 毕竟 我家保姆开的车都是埃尔法了 刚到办公室 我就看见刘组长气势汹汹地站在我的位置上 正等着我呢 我身上的这套爱马仕套装 并没有爱马仕的标志 一时没人反应过来 我今天竟然破天荒穿了件奢侈品 只是在撇到我手上的那只顶级Buggen时 宋茜的目光闪烁了下 这可是上过拍卖会的 有点懂行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我将包轻轻放在我的座位上 刘组长眼中的神色晦涩难明 但他很快就想通了 哎哟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知道被高仿来撑场面了 他话音刚落 我就看见宋茜紧张的神情烟消云散 仿似突然安息了下来 我不禁倾笑出声 稍微有点钱的人应该都知道 就算坐高仿也不会去仿那些顶级货 因为很容易就会被人拆穿 宋茜不可能不知道这点 但他还是让自己去相信他想相信的东西 老头曾跟我说过 人装龙装虾是最没法治的 在这方面 宋茜应该已经病入膏肓了 我点了点头附和刘组长 啊 对对对 他眼睛一瞪 桌子一拍 还在开玩笑 你知不知道 昨天你弄丢了多大一个客户 宋总说在办公室等了你一下午 你都没去 上班时间 你也去哪完了 等了我一下午 简直可笑至极 怪不得先前我想加他微信他不同意呢 原来是不想留下证据 我去找宋总了 是他不愿意见我 怎么 人家那么大一家商超老总 还会骗我们咯 这件事我已经上报上去了 你的试用期就到今天为止吧 工作不工作的倒确实无所谓 但想让我这么随随便便就走 那他们是想得太容易了 你以什么理由开除我 你让公司损失了那么大笔生意还不够吗 这叫大笔生意 我吃笑一声 推开他直接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你 杨千尘 你个小贱皮子 脸皮倒是挺厚 还敢大言不惭 你知道这个项目有多少利润吗 你就敢随便说 刘组长正骂我的时候 办公室门口竟然来了一大群人 为首的赫然就是我们公司老总顾眼 不过他正笑着朝后面那群人介绍着什么 并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的剑拔弩张 还是他身后一个中年男子朝这边探了探头 然后喊了句 千尘 你在这里啊 终于找到你了 一时全场都朝我看了过来 我笑咪咪站起身朝中年男子走去 他开心地握住了我的手 亲切道 你爸跟我抱怨了好久说你不打算回去帮他 硬要搞什么软件软件开发 没想到你还真是搞出了点名堂 我挽住他的胳膊摇了摇撒娇 那是宋伯伯看在我的面子上 勉强看入了眼 说着 我朝剩余的三位中年男子打招呼 还有李伯伯 张叔叔和钱叔叔 多亏了各位叔叔伯伯的台爱 要不然今天我就要被开除了呢 笑话 挺着个大大的提酒肚的张叔叔先怒了 谁敢开除我们小千尘 就算真把你开了 正好我那个不孝子最近倒估了个互联网公司 你去他那边做总经理去 我善笑着摸了摸鼻子 这张叔叔老想把我跟他儿子凑一对 可我们俩死活对不上眼 一见面就打架还差不多 我去他公司当总经理 他能直接把办公室给我砸了 顾总终于从我们的对话中品出了点味道 盲插嘴哪能呢 小杨这么优秀的人才 我们公司怎么会开除他 重用 绝对重用 那我刚刚怎么还听着有人骂我们千尘呢 宋伯伯朝我身后望过去 顾总顺着他的视线往刘组长 他们身上一瞟 刘组长竟然浑身静拦了下 吓得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叹了口气也不怪我们刘组长骂我 前两天他给我分配了个公司重大项目让我负责 还是很看重我的 我也不想辜负他的期望 熬了三个通宵才把那个软件赶出来 虽说我也知道还不太完善 所以想多留点时间继续修改一下 没想到刘组长突然通知我投标时间提前到了周五 差点一开始我就把项目耽误了呢 说到这我故意停顿了会 这里的这些中年人都是行业内的大老人精 我这话一句没说刘组长的不是 却又处处暗讽了他在设计我 前叔叔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 一脸看到家里小辈被人欺负了的不愤 那既然赶上了 你们这小组长干嘛还要开除你 那商超经理明明电话里跟我约了两点半 我赶过去他却早就走了 还说就是故意耍我的 这不我丢了公司的大客户 只能厚着脸皮拜托各位叔叔了 说的什么话 你那个软件设计的那么好 它不用是他的损失 正好便宜了我们 张叔叔一说完 剩余三个书败也跟着笑起来 他们名下不是有全国连锁的商超 就是有大型运输公司 那个旨在本市有一家 大型门店的试联商超 连被他们放进眼里的机会都没有 只要他们愿意在我们公司做软件 试联商超的那个项目 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朝站在我座位边的刘组长望去 他正黄黄然不知道怎么办好的向宋倩求救 但宋倩根本没理会他 别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放心 你们谁都别想逃 我慢慢朝着刘组长走过去 他眼神颤抖着躲避着我的视线 组长 不好意思 都是我没用把公司的大客户弄丢了 不不不 这怎么能是杨小姐的错 哦 我挑了挑眉 凑近他问 那刘组长觉得是谁的错 这 我率先望向李娜娜 她吓得脸色煞白 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看站都站不稳了 是你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这都是宋倩和刘组长故意设计陷害你的 我微微弯起嘴角笑起来 我就知道这种狗腿子不惊吓 你在乱说些什么 刘组长急言吏色地喝道 我也是被宋倩蒙蔽了 她说她大博的商超想设计软件 我还以为是个大客户 谁知道竟然是耍人玩呢 杨小姐 这都怪宋倩啊 你刚进公司 她就看不惯你 等你跟着顾望书之后 她就更仇视你了 这都是她设的局 我也是被骗了的 我看向坐在角落 静静看着我们这里的顾望书 她对上我的视线 竟然轻轻笑起来 眼里滑光一彩 闪烁着细碎的星辰 加油 她无声地张了张口 我回了她一个灿烂的笑容 内心暖洋洋的 她从来没有亲自出手帮过我 看见我被欺负最多 也就是随意说几句 她所认为的事实 但不知为何 我总感觉她一直在背后支撑着我 就在我疑惑这些感觉是从何而来时 一个手机铃声将现场短暂的安静又打破了 宋倩看了一眼手机后 脸色一变 着急忙慌就要挂断 刘组长却抢先一步 冲到她身边将电话抢了过来 看见上面闪烁的名字后 她更激动了 竟然直接接通了电话 还打开了扩音键 一副她马上就要沉冤昭雪的模样 宋倩 你昨天让我耍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 你是想害死你大伯吗 所有人都朝宋倩望去 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羞愤欲死的样子 喂 怎么不说话 我告诉你宋倩 当当买菜 已经停止给我们家超市 进行蔬菜供货了 我们一时去哪里找新的供货商 而且 我联系了好几家蔬菜运输公司 他们一听我们家超市的名字 都直接拒绝为我们供货 这都是你让我得罪了 当当买菜千斤的后果 我们家商超 要是因为你这点女人的小心思倒闭 你们一家都给我滚出宋家 说完最后的狠话 电话就被对方挂断了 宋倩脸色煞白 摇摇欲坠得要昏过去的样子 泪珠一滴滴 从他脸上滑落 跟当初出见时的趾高气昂 完全判若两人 师哥 他泪眼汪汪地朝顾望叔扑去 顾望叔却一个侧身避开他 静止走到顾总身边喊了声 爸 顾总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跟宋伯伯 他们介绍道 这是我儿子望叔 说着又让顾望叔赶紧跟大家打招呼 谁都没有在里在那里 撕扯着的刘组长和宋倩 在他们眼里 这仅仅就是个笑话罢了 完全不值一提 你以为你高高在上 可以随意俯视别人 却没曾想到 你也在被别人俯视 我和顾望叔陪着张叔叔宋伯伯他们 参加完公司并一起吃了午饭后 他们纷纷表示就要用我设计的那个软件 我知道他们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不过这个软件我一定会好好完善 绝对不会让他们亏的 顾总接了四个大单 一整个上午笑的嘴就没合拢过 因为他们还有事情 吃完饭签了合同就走了 顾总去送他们 我跟着顾望叔蔓漫网回走 你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他停住步子 回头看我 什么 你对于我的身份 好像一点都不惊讶 他笑了笑 梨窝绽放在嘴角边 你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当当买菜是你家的 可他们都不相信啊 他轻轻挑了挑眉 你把我跟那些蠢人看作一堆 突然 他身子向前一弯 整张脸向我贴过来 我的脸瞬间爆红 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忍不住想往后倒退一步 却被他提前预判到了 握住了我的手臂将我固定在原地 不过我确实不是单纯地相信你说的 我早就见过你了 你不记得我了吗 小姑娘 小姑娘三个字瞬间唤醒了我的记忆 三年前 我暑假回家 老弟正在我房间用我的电脑打游戏 我踹了他一脚 他嘟嘟囔囔了半天 终于把位置让回给我 就在我们快要攻破敌方水晶的时候 老妈突然把房门打开 喊我们下去打个招呼 又是哪个叔叔伯伯呀 老弟抱怨道 被老妈一把揪住耳朵脱了下去 我只能踢踏着拖鞋跟在他们后面 否则 我的耳朵也将不保 这方面我还是很实实物的 还没走完楼梯 楼下那人就站了起来朝我们望过来 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衬衣 露出了精致的锁骨 脖梗修长白皙 一头清爽的短发彰显着少年的活力 对视的那瞬间 头顶水晶灯的光落进了他的眼里 一时光滑璀璨 竟然不是中年大叔 而是个帅气的少年 小姑娘 你好啊 这是顾望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当时我还很不服气 明明他看着比我没大多少 见过他之后 我爸突然在家庭会议中 告知我们他要做一个手机软件 用作蔬菜的销售运输 原来 那个软件是你做的 他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 有些伤心道 我可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我没忍住 一把掀开了他过长的刘海 记忆中少年轻俊的面容 尽在咫尺 那是你变老了 我没变 我趁他愣神的功夫 笑着跑远了 你好啊 顾望叔 再见你我很开心 等我跟顾望叔 磨磨蹭蹭 回到公司 人事任免 已经下达了 刘组长和宋茜 损害公司利益 直接开除 李娜娜 知情不报试用期 延长六个月 刘组长一看见 我就想过来跟我求情 却被顾望叔冷冷的眼神喝退 老老实实收拾起来 宋茜则失魂落魄地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抠着指甲 凭什么 凭什么 他猛地站起来直冲到我面前 顾望叔立刻挡住了他 师哥 你早知道 他是当当买菜的千金 所以才不选 我选他对不对 顾望叔的眉头 紧紧皱起来 但他并不是个喜欢解释的人 只是厌恶地将他跟我隔开 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就因为他家有钱 所以你们都捧着他 除了我家没有他家有钱外 我有什么比不上他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 凭什么他轻易地就能获得一切 杨千尘 你只是个会用地位来压别人的人罢了 你有本事你到最后都瞒着呀 文言 顾望叔眉眼阴沉 唇角却扯出轻笑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宋茜被他阴狠的目光 刺退了两步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瞒过他自己的身份 是你们打从心底 就凭借一个人的穿着打扮 来评判一个人 不如你的你们四亿比一 比你们强的你们就溜须拍马 是谁在用金钱地位压人 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好好问问吧 说完 顾望叔拉着我直接就朝他的座位走去 我一脸惺惺眼地盯着他 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 耳朵尖都微微 有些泛红 你还会说那么多话呢 他瞪了我一眼 我现在却一点也不害怕了 先前他们欺负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帮我 这个疑惑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 我不是不帮你 杨叔叔说要让你自己体验过 才会有感触 以前你被保护得太好了 真的经历社会才会发现 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原来你跟我爸早川通好了 怪不得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我气得要打他 他好笑地躲着我 闹成一团 下班的时候 刘组长和宋茜 一人抱着一个大箱子往外走 李娜娜则故意跟他们保持很远的距离 讨好地跟我搭讪 不过这种人 我是肯定不会多理会他的 望风使舵的小人 等大家到停车场后 我的车因为停在靠门口的位置 不少人看见 都纷纷感叹公司谁发财了 怎么开了这么好的车上班 直到我打开驾驶室的门 打算坐进去时 刘组长跟宋茜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形容了 刘组长 宋茜 要不要再借你们拍会照啊 番外距离刘组长 跟宋茜被公司开除 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听李娜娜跟我八卦 我才知道宋茜家的商超 其实一直是他大博在管 他爸只是宋家家族里 靠着哥哥吃饭的罢了 因为我家断供了他家商超的蔬菜 导致市联商超停业整顿了半个月 才终于亲自去乡下 找到了蔬菜供应的货源 但品种不多 数量也少 商超生意大受影响 到现在基本已经没人去了 为此宋茜一家被他家大博 直接从别墅里赶了出来 全家挤在一间八十平的小公寓里 他爸也开始酗酒 动不动就会打他和他妈 我不知道李娜娜 哪里搜集来的这么详细的消息 但我还是对这个人 产生了深深的忌惮 巴结你的时候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 等你落魄了 他却是第一个上来咬你肉的人 我跟顾旺叔说了我的想法后 他表示早就跟他爸说过了 不会让李娜娜试用期通过的 有一天周末 顾旺叔让我去他家 送个新项目的设计报告 刚跟他研讨完准备回家 就被大白工作人员堵了回来 隔壁状刚确诊一名患者 请大家配合小区风控 我跟顾旺叔两两相去了一会后 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 还好他家足够大 有好多房间可以任我挑选 但他家竟然没囤货 望着冰箱里的各类瓶装水 我无语地问他 请问您是喝雨露长大的吗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我不会做饭 我感觉我要被饿死在顾旺叔家了 还好在他家找到了几桶泡面 现在只能期待政府送的物资快点到了 没曾想这疫情 一下子就严重起来 第二天风控区就迅速扩大 到第五天就变成封城了 我盯着袋子里 终于领到的一袋蔬菜和一些猪肉鸡翅 掰着手指竖了 数我跟顾旺叔能吃几天 就在这时 顾旺叔突然拿着手机 让我赶快看新闻 原来全市所有超市的生活物资 已被抢购一空 政府则在全力调配外市物资 目前只有老爸的当当买菜 可以线上订购蔬菜 并将临时开通了生活物资帮送服务 刚想给老头打电话 电话就响了起来 蔬菜大王四个字特别醒目 喂 老爸 晨晨 你前两天不是跟老爸说 被风控在旺叔家了吗 正好你跟旺叔两个人加个班 把软件升级下 开通个生活物资帮送服务 现在大家都难 咱们有条件 能帮一把就多帮一把 前两天我跟你说 我被风在顾望书家 您就笑得贼兮兮的 我还以为是想撮后我俩呢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 我抚了抚额头 老爸 您可真会给我找活干 这不是正巧吗 再说了 你们多相处相处 感情才能培养得更快吗 老爸 你说话就说话 干嘛嗓门那么大 在顾望书的笑眼中 我抱着手机落荒而逃 这次是真没脸见人了 顾大神的实力不容置疑 当晚就将软件改好后上线了 但订货的人太多 常常供不应求 很多人依然抢不到蔬菜包和生活用品 这下 我的手机直接被轰炸了 知道当当买菜 是我家的所有人都找我开后门 想让我给他们送点蔬菜包 我尽我可能地让老爸云出来一些 给人特地送了过去 但这天竟然连送倩的消息都收到了 他给我卖残 说他家已经断食两天了 实在找不到人求所以来求我 以前都是他的错 希望我能大人不计小人过 忘记那些帮他这一次 他肯定会感激我的 我不想要他的感激 只想让他滚出我的生活 每天早上六点 准时抢就行了 回复完他这句话 我就直接将他拉黑了 说什么断食了两天 他大伯家原先不就是开商超的吗 要求人也先去求他大伯呀 怎么会求到我这里来 想到这 我突然贼兮兮地凑到顾网叔身边 他好笑地看着我猥琐的模样 让我有话说话 这软件能不能设置屏蔽某些人啊 你又在出什么馊主意 我就是不想让他们那么好过吗 再说我明明看到新闻说 他们那个区是分发物资最多的了 他还刻意跑到我这边来卖残 都有你 行了吧 好耶 顾大神 太爱你了 你说什么 顾网叔眼睛一眯 紧紧地盯着我的脸 天哪 一时嘴快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吓得要跑 他却早习以为常地拽住了我的手 将我直接拽进怀里 说过的话可不能不认 顾网叔 你不会觉得我有点坏吗 想到刚刚让他可以屏蔽宋茜 留族长等人 我突然害怕在他心目中 我的形象也并不是那么纯善 傻瓜 他亲了亲我的嘴角 古法有云 先礼后兵 你做得一直很好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日落尤其温柔 人间皆是浪漫 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日温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后妈女儿带男友霸占我房 我当场把他们送进警局 我爸打我耳光骂我白眼狼 我笑着放出一段录音 下一秒他狂山后妈求原谅 因为公司是多 我加了很久的班 到家的时候快凌晨了 房门的锁不好时 我拧了半天才打开 门开了 我的小笔熊 却没像往常一般 冲我扑过来撒娇 我随手打开客厅的灯 叫了声 贝贝 还是没反应 我脱了鞋 光脚去找他 这时 卧室里传出什么声音 我警觉地拎起藏在客厅角落的 房廊棒球棍 悄悄走进卧室 一把推开门 里面的画面 足以让我当场瞎掉 卧室里的女生和我一起 发出尖叫声 我急忙错开目光 看见那女生扯了我的被子 再往身上盖 我一边往外掏手机准备报警 一边大声质问卧室里的人说 你们是谁 大半夜私闯民宅 叶茜姐 我是张元元 张元元 这名字挺熟悉的 这不是我后妈的女儿吗 之前 听我爸说 他大学毕业了 教了个很有钱的富二代男友 要带着过来一趟 只是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就给我这么大印象 这时他俩从卧室走出来 张元元穿了个吊带裙 长发披肩 脸上红韵未退 我再一看 这还是我衣处里的衣服 而男的穿着短裤 上身还光着 我顿时火气上来了 没好气地对男的说道 在我家里 请你把衣服穿好 结果那一脸痞气男 直接吐了句脏话 又说了句 真他妈扫兴 我以为张元元会给我解释 结果她满脸不满地质问我说 叶茜姐 你进卧室怎么都不敲门呢 我感觉自己一口气没上来 这可是我家 我正想问问她 却看见那男的 大摇大摆地推开我卫生间的门 只是还没等她走进去 我就冲了过去 因为我看见了地上的贝贝 雪白的小狗躺在地上 嘴巴被胶带缠住了 四条腿也被胶带绑在了一起 一直在挣扎 小鼻头还有血迹 我当时真是红了眼 扑过去费力地扯开贝贝 嘴上的胶带 听着她发出乌液的叫声 心疼得要命 我边扯胶带边大喊道 这是谁干的 我看见那男的一脸 无所谓地转身走去沙发 而张媛媛回答我一句说 你这狗太吵了 我男朋友说影响气氛 就想到了这个主意 让她安静一下 说这话时 她竟然一脸笑意 好像感觉很好玩 我的小狗差点没命 她只是认为好玩 不想废话 我当即拿出手机报警 告他们私闯民宅 还故意伤害我的宠物 警察局里 我爸和后妈来得飞快 在我爸的担保下 张媛媛和她那个男友张波 只是被教育了一通 没有拘留 我后妈拉着我爸哭哭啼啼 我看见她一边冲着女儿 使眼色 一边对着我说 叶茜哪 都是一家人 这点小事 闹成这样太难看了 陈怡 他们都是成年人 最起码的礼仪廉耻的懂吧 来住之前 给我打声招呼 是应该的吧 一想到我的狗 我就没办法 把这事当媒发声 叶茜哪 我和你爸没考虑那么多 都是家里的房子 就想着 让他们先过去住几天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也知道 你嫌弃我们是农村的 不懂你们的礼仪规矩 你要不同意 去你奶奶房子那住也行 天地良心 从他和我爸结婚以来 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他 再说这是和农村来的有关系吗 快少侮辱农村 这两个字了 都是家里的房子 他这话里有话的 故意挑事 我能听不出来吗 还要去我奶奶呢 我当即问道 阿姨 我们接触时间才几天 我是做什么 让你感觉我嫌弃 你们了 为什么家里不能住吗 非要去我和我奶奶的房子住 我爸和阿姨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妈在世时的房子 近三百平的别墅 难道住不下四个人吗 不是的 姐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住 培养一下姐妹感情而已 张元元此时一副 渲染玉气的表情 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而从始至终他 那个男友 一副凡事 和我无关的表情 更像是个看戏的 你打算带着男朋友 和我培养姐妹感情吗 培养感情之前 还要虐待我的狗 那你还是去和别人 培养感情吧 我没想到 我就是吐槽了这么一句话 我爸竟然直接打了我一巴掌 他嘴里骂道 都是老子的房子 我让谁住谁就住 你算老几 你妹妹想住就给他 还要问你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都想着压你老子一头了 我被一巴掌打猛了 这是从小到大 第一次挨打 我傻愣愣地看着他问道 爸 你竟然打我 他此时反应过来打了我 目光躲闪 皱着眉 一脸烦躁地喊了句 都回家 不够丢人的 我捂着脸 使劲憋回眼泪 看了我爸一眼 冷笑一声 转身走之前 我对张元元和他男友说 你们俩给我记着 我的狗等着你俩道歉 不顾我爸在后面大呼小叫 我大步离开 开车回家的路上 一边开车 一边流眼泪 偏偏这个时候 我还总想起 我妈在时 我爸多疼我 果然 有了后妈就有后爹 这时手机响了 看见来电显示的 沈承轩三个字 鼻子一酸 感觉更委屈了 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传来 叶倩 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你想吓死我吗 我手机接的车内蓝牙 他这么一说 我拿起手机一看 果然打了很多个 这才想起来 我刚回家时 他给我打电话 我按了接听 结果看到家里发生的事 又随手给挂断了 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事 电话放车里了 听见我有些重的鼻音 沈承轩语气虽然焦急 却轻柔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大概说了下事情的经过 避重就轻地 省略了很多细节 沈承轩是我在国外 刚刚确定关系的男友 他目前还在国外 而我因为家里公司需要支持 我爸再婚无薪管理 才决定回国帮持一年 谁知道 刚回来没多久 就遇到这种事 沈承轩在电话里 安慰了我几句 让我好好休息 告诉我 凡事有他在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人挂了我的电话 当晚就订了回国的机票 那天晚上 我回家先查看了贝贝的情况 除了小鼻头磨破了之外 好在没有别的伤 因为是半夜 就只能天亮带去宠物医院检查一下 我直接将卧室的床单被褥 都扔进了垃圾桶 自己在客房睡了一晚 第二天周末 我打电话找人 来将房门的锁换成了指纹锁 这样放在我爸内的备用钥匙也没用了 我爸说的不对 这房子还真不是他的 房产证的名字是我的 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 所以我不但有权利住 我也有权不让其他任何人来住 结果到了晚上 我爸给我打了电话 在电话里给我道歉 说不该打我 我没说原不原谅的话 只是心里依旧狠堵 我问他有什么事吗 他说晚上让我回家吃饭 我直接拒绝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奶奶打电话给我 说她也在我爸那 让我过去陪她一起吃饭 没办法 我只好回了我爸家 一进门 陈怡热情招呼我 强调他亲自下厨 做了我爱吃的菜 我爸看见我 脸色善善的 没话找话的 让我洗手吃饭 而那个妹妹和男朋友也在 俩人不情不愿地给我打了招呼 只有我奶奶 拉着我的手 让我挨着她坐着 问我最近累不累 吃饭的时候 奶奶一个进家菜给我 生怕我吃不饱 只可惜我实在吃不下 总感觉像敞红门宴 果不其然 我爸开口了 圆圆毕业了 想去公司实习 你是当姐姐的 在公司里要多照顾她 我心里咯噔一下 看了眼对面 一脸得意的张圆圆 我真不知道她得意个什么劲 我爸这个小破公司 徒有其表 那里虚空 要不是奶奶电话里求我回来 挽救一下我爷爷流下的心血 我怎么可能回来 这个公司 我妈在时 经营得还不错 我妈走了 我爸接手后 弄得金融理财的项目 把公司变得乌烟瘴气 财务状况也惨不忍睹 奶奶在桌子底下拉我的手 我知道她是让我拒绝的 我回窝了一下 让她放心 知道了 我头也不抬地 应着我爸的话 我爸见我这态度 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转头嘱咐张圆圆 要好好跟着我学习 张圆圆 也回答得十分乖巧 叶倩姐 多多关照啊 我抬头看她 只见她摆弄着脖子上的项链 脸上在笑 眼神却明晃晃地挑衅 我心里无语 对于她的挑衅 我真是不放在眼里 只是那条项链好熟悉啊 我试探着问了句 项链很漂亮 听见我夸她 脸上笑容更盛地说道 好看吧 我男朋友送的 这么贵 我都说了不要 她非送我 我看了张波一眼 眼神闪躲 我真是在她身上 看不见一点 富二代的影子 更多的是混混的感觉 我以为今晚 鸿门宴的主题 就是让张圆圆 进公司上班 结果让我更吃惊的是 在后面 我一口饭还没咽下去 我爸竟然对我说 小倩 我打算把你住的 那套房子卖掉 然后再买一套新的 你看行吗 我努力压下火气 耐心询问道 那我住哪 我爸以为这是我同意了 脸色都变好了 笑着说 正好你奶奶天天想你 你和你奶奶一起住 我扫了一眼阿姨 她正在给我爸加菜 笑得一脸甜蜜 我还记得昨天 在警察局里 她明着劝说的话 实际谁都能听出来 在挑拨我和我爸 我故意笑着问 这是 你的意思 还是陈怡的意思呢 没等我爸说话 陈怡立刻反驳我说 你这孩子 我和你爸是夫妻 夫妻一体 你怎么还把你爸 和我分开呢 当然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 我爸听了她的话 一脸笑意地拍拍她的手 那表情真的是 夫妻情深 却呲得我心里难受 我妈在时 劳心劳力地经营公司 而我爸每次 都因为公司的事 和她吵架 我就没见过 她表现的夫妻情深 为什么想到买房子 还要卖掉我的房子 我爸的脸色又不好了 沉着脸说我 怎么就成你的房子了 那都是我的钱买的 而且你阿姨怀孕了 怀的还是男孩 我必须得给她 和孩子一个保证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身边的奶奶 听见我爸的话 惊喜地问 这是真的 好事啊 真是好事 没想到有生之年 我还能抱上孙子 陈丽啊 你可是功臣 说实话 我奶奶的反应 让我心底发寒 即使在疼爱我 我也明白了 她终究想要个孙子 我以为重男轻女的思想 不存在我家里 但是今天看到 我爸对儿子的态度 我奶奶对有孙子的渴望 我才知道自己多傻 我不禁想到我妈 她为这个家付出一切 甚至付出生命 有多么不值 强压下心里的酸楚 我偏向陈一平坦的小妇说了句 这还不到三个月吧 都能看出性别了吗 我爸他们结婚 才几个月的时间 就算怀孕 陈一那平平的小妇 怎么也不到三个月 能看出男孩女孩吗 陈一脸说道 我找中医号了脉的 那个中医 是出了名最准的 脸上的得意 此时和他女儿如出一辙 我感觉 我爸是想儿子想疯了 这种话都能信 只可惜 现在不管是我爸 还是我奶奶 都相信了陈一肚子里 有老叶家唯一的香火 我放下筷子 嘴里的饭也未同嚼辣 再也吃不下了 我说道 恭喜你们 想买房子 自己去买吧 只不过 我的房子不卖 那是我妈留给我的 果然我爸听了我的话 又开始发火了 筷子啪的一声 冲我扔过来 嘴里骂道 你个逆子 什么是你的 你还是吃我喝 我长大的 你陈一说的一点没错 让我防着你是对的 你就是个白眼狼 回来也是惦记我的财产 我告诉你 我的财产是要留给儿子的 你一个女儿 迟早要嫁出去的 要什么房子 我真的是强忍了 没把桌子掀翻的冲动 只是冷眼看着我爸 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说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 你没资格卖 你要是不信 就去告我爸 说完 不顾我爸的叫骂 我拎包走人 听见身后 我奶奶拉着我爸说 他不卖就不卖吧 毕竟是他妈妈留给他的 今晚过后 我真的对我爸彻底失望了 这一刻我才感觉家没了 刚停下车 奶奶打来电话说 倩倩啊 你到家了吗 我听见他似乎压着声音说话 叹口气问他 奶奶 我爸没送你回去吗 没有 他们想让我再追住一段时间 我担心你 就给你打个电话 听见他这么说 我心里好受不少 虽然知道他想要孙子 但是还没像我爸那样 重男轻女的地步 奶奶 我没事 你别担心 奶奶知道那是你的房子 你放心 奶奶会说说你爸的 你别生气 倩倩啊 本来我那套房子 也是留给你的 要是真的你弟弟出生 那奶奶就把房子 留给他行吗 我听得出他的小心翼翼 但其实心里并不计较什么房子 从始至终 我在意的也就是一份亲情而已 同时也有些可悲 奶奶应该知道 家里那个亏空的公司情况了 不然不会这么计较 这么两套房产的事 于是我说道 奶奶 我尊重你的决定 我不会不高兴的 奶奶的心是好的 只可惜 不久以后 这对绿茶母女 就糟蹋了奶奶的好心 挂了电话 我第一件事 就是去卧室 打开我的首饰盒 里面首饰很多 因为我平时很少戴这些 所以 再贵重的都扔在了一起 今天 张元元戴的那条钻石项链 我总感觉特别熟悉 像我的 毕竟贵重的首饰 我还是记着的 我翻了翻首饰盒 果然我的那条没了 如果张元元没撒谎 那就是张波偷拿的 因为这条价值十几万的项链 绝不可能有第二条 更不可能是刚买的 因为这是几年前 我妈妈送给我的定制珠宝 就一件 我猜测 张波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充其量小偷一个 物以类聚 我总感觉后妈 一家子是同样的人 我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天周一 我很早到了公司 目前我是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是我爸 经过昨天的事 我是真的不打算在公司帮忙了 我也发现 我爸这个董事长 根本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 我不可能帮他一辈子 正想着找个时间 和奶奶说说我辞职的事 就听见办公室外面的嘈杂声 我出来一看 大家竟然在欢迎张元元 一个实习生 看见我出来 张元元踩着她的高跟鞋 带着那条张波偷来的项链 一步一扭地走过来和我打招呼道 叶倩姐 我来实习了 我冷着脸说了句 在公司里 叫我叶总 还有 你是来实习的 不要搞这种特殊待遇 这句话 说给周围 准备给张元元献殷勤的员工听 我四下望去 一个个都进了声 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就来了这么一天 就给我惹了一个大麻烦 下午 我约了很重要的客户 关系到 唯一有机会 扭转公司困局的人 就连给客户的计划书 都是我熬了几个通宵做出来的 结果 我带着客户看门店的时候 张元元就那么不长眼地 踩着她的高跟鞋 跑过来 将一杯咖啡泼在了客户身上 这明显就是故意的 接下来的操作 更让我看清了她的叵测用心 我让她向客户道歉 她竟然上演了平地摔 摔之际 还扯住了我客户的衣服 最后 还要控诉我客户对她动手动脚 简直是大街上不入流的泼妇闹剧 客户被气得脸都绿了 项目铁定是黄了 我气得直接打了张元元一巴掌 很快她就向我爸 告状我打她的事 而我爸 不分清红皂白的 在电话里质问我说 叶倩 公司是我的 我让元元去辅助你的 你凭什么打她 你这是对我抗议吗 我冷笑着问她 她一个刚毕业实习的 有什么资格辅助我 你知不知道她得罪了 公司最大的客户 生意黄了吗 我以为涉及公司生意 她怎么也得权衡一番 结果她竟然一味偏心地说 那什么客户 元元和我说了 根本不是正经人 你少上当了 我看你那位置 元元也有能力做 而且你阿姨刚怀孕 胎相不稳 你打了元元 她刚刚伤心地哭过 你弟弟要是让你气没了 我饶不了你 我生气地说道 她有什么事 是她自己活该 你少怪到我身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辞职 你这破公司 谁愿意干谁干吧 我对我爸彻底失望了 没等他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收拾东西 出了公司门 只是走之前 把一枚很小的窃听器 放在了桌子底下 已经是秋天了 有些凉了 我在外面晃荡了好久 夜深了才回家 远远看见 家门口站着一个人 车灯一晃 我看见沈承轩西装革领的 站在我副氏楼的门口 他双手插着兜 英俊挺拔地站在那 这一刻 我感觉他比任何时候都帅 我停下车 有些冲动地跑过去抱住沈承轩 像是要把多日的委屈发泄出来 他被我的热情拥抱整地愣了一下 毕竟认识这么久以来 我从来都是理智而冷淡的 是不是我大老远从国外赶回来 让你感动了 这么大福利 他的突然出现 确实让我有些感动 尤其在这个时候 看着眼前 虽然有些疲惫 但依然俊朗的男人 在想张元元的男友张波 越发体会到了什么是云泥之别 我把脸埋进他胸口问道 你什么时候到的 他的衣服有些凉 不温暖 却有淡淡的松木香 刚下飞机 你哭过 怎么了 不是说了一切由我呢 沈承轩的关心 让我心里又酸又软的 眼泪都忍不住要掉下来 只是理智 还是占了上风 我摇摇头说没事 我这人能靠自己 从来不靠别人 而且这种家事 对我来说 倒也不算什么 沈承轩苦笑着叹口气 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说 给我个帮忙的机会都不行吗 他语气里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样一个呼风唤雨的男人 此刻的样子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眨眨眼睛笑道 好吧 那你帮我调查个叫张波的人 沈承轩很尊重我 陪了我一会儿 就让助理开车接他离开了 我回到家 打开手机 听着公司监听器传来的录音 只有张媛媛的声音 是在打电话 亲爱的 叶叔说 让我暂待叶倩的位置 他那套妄想 改变叶叔项目的理论 叶叔早就看不惯了 我也就是给他添把火而已 等我拿下几个大单子 到时我肯定就稳坐总经理位置了 我妈说的果然没错 叶倩是就个傻子 什么千金小姐 国外高管的 以后都是我的了 你看什么时候 带我去你家见你父母 我现在都是总经理了 你父母应该能同意 我们结婚了吧 我才刚离开 张媛媛就迫不及待地 坐上了我的位置 更可笑的是 他还真把那个张波当个宝 他们两个也果然配一脸 不管公司的烂摊子 我倒是轻松不少 正好休个假 沈承轩很快将张波的资料 传给我 还真是精彩 不但是个小偷 还是惯犯 经常出入夜店赌场 还曾经因为诈骗坐过牢 因数额不大 几年就出来了 可笑的是 凭借身高长相 诈骗的就是一些有钱的小姑娘 看来张媛媛成了她的新目标 更确切的是 我们家成了她的新目标 只是她不知道 我爸的公司状况 实际根本没资产了 我打电话找了朋友 让她帮我做个投资的局 找人接触张波 说实话 这么个小事 我也实在不好意思 找沈承轩一个大总裁来做 况且她最近刚回国 忙的事也很多 局都是自怨辱的 困住的都是心术不正的人 我也不是为了我爸 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接下来的事让我发现 我对他们还是太客气了 没几天的时间 照顾奶奶的保姆打电话给我 说奶奶住院了 还进了一次抢救时 我慌张地赶到医院 病房里 奶奶还在输液 已经睡着了 只有保姆在 我问保姆 张阿姨 我奶奶怎么突然住院了 还抢救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张阿姨没说话 拉着我走出病房 又四处张望 看没人才拉着我说 叶倩 我也刚被你爸叫来 照顾你奶奶的 她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这么多年来 你发着我工资 我就偷偷给你打的电话 张阿姨的样子 让我有些奇怪 问她怎么了 结果她直接拿出 我奶奶的手机给我 说让我听个东西 是手机的录音 这手机是我给奶奶设置的 她要的最简洁的录音功能 说有时记不住 就录上最方便 我明白了 她这是要打电话给我 结果按成了录音 录音里很嘈杂 但是有一段 是阿姨和她女儿的声音 录音里说道 妈 她能死吗 你有把握吗 放心吧 不死也活不久 这几天的药量加得差不多了 不能一次加 这样才查不出来 就算不死 房子她也住不了 你夜书还是能同意卖了给我们 听着这两个人嘴里恶毒的话 我想起奶奶那天晚上说的 还要把房子留给未来的孙子 真是替奶奶不值 我把录音传到我的手机里 看着病床上的老人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几天 我不离病房地照顾奶奶 也要防止那对母女再对奶奶不利 同时 我花高价 雇了四家侦探 调查我后妈的事 就因为她这份狠毒的心思 感觉自己小看她了 这期间 我爸来医院看奶奶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 主要是怕影响奶奶 一看我爸那副 毫不讲理的态度我就来气 沈承轩要来医院 被我拒绝了 她来了 我奶奶肯定会东问西问的 还是算了 结果 她还是让助理送了好多东西来 站在医院楼下 见了我一面踩走 而我发现自己也开始经常想她了 奶奶病情逐渐好转 但是身体大不如前 这次对她的影响还是挺重的 奶奶病情稳定以后 张阿姨每天陪着 我嘱咐好张阿姨 小心那对母女 自己偶尔回家休息一下 最主要的是查看这三个人情况 私家侦探很快给我发来几组照片 照片上 后妈竟然牵着一个小男孩 男孩有八九岁的样子 男孩身边还有个老人 有后妈和男孩一起吃饭的照片 一起玩的照片 还有给男孩身边老人钱的照片 接着私家侦探给我打了电话 告诉我 这老人是男孩的奶奶 而男孩是后妈的亲生儿子 这些照片只能证明 我后妈隐瞒了自己 还有一个儿子的事 但都是婚前的事 没什么大作用 但是私家侦探是真的厉害 几天时间 就从男孩奶奶那套了画出来 并且还录了音给我 她就这么一个儿子 又不能再生了 以后还得指望这个儿子呢 给钱不是应该的 她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去那家找她 看她还怎么做父太太 果然 怀孕都是假的 一想到 我爸一心等着儿子出生 如果知道是空欢喜一场 该多失望 但是让她更加失望的 估计还是这对母女 尤其是被她抬上 总经理位置的张元元 我爸之所以糊涂到 让张元元一个实习生 坐在我的位置上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唯利是图 总以为张元元有个富二代男友 可以通过张元元在她身上 得到点生意上的利益 只可惜我爸不知道 就连这个富二代也是个骗子 张波那边 朋友告诉我 他自己上套了 要跟着投资 还借了三百万高利贷 谁不想过上真正的有钱日子 只是有人就是相信 天上可以掉馅饼 还一定能砸到自己头上 更无语的是 张波教唆张元元钻公司空子 去骗老人的钱 这还是我放在办公室里的窃听器 传来的录音 亲爱的 你让我去偷我叔叔的印章 出了事怎么办 不可能出事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我们一起投资 到时钱回来 不但翻了倍 你还可以告诉你叔叔 你签了大单子 一举两得吗 我 我考虑考虑 元元 我们家那么大的生意 你是知道的 就这点小钱 也就是我故意帮你 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赚钱吗 张波很聪明 他也知道高利贷不是好事 所以从张元元这下手弄到资金 让我爸来背锅 就张元元那个脑袋 根本经不住张波的忽悠 最后肯定能干出偷我爸公司印章的事 这也怪我爸自己 当初看不起公司正经八本的建材生意 嫌太辛苦 最后非弄什么黄金投资理财 钻了法律的空子 我本想改变下公司经营项目 又被他赶了出来 现在倒好 张元元和张波两个人利用公司规程的不合理 同样钻空子 哄骗老人投资理财 每个老人投资的十几万 都进了张波的私人账户 而承担责任却是我爸这个法人 很快朋友打电话问我 张波怎么有钱再还高利贷了 但是三百万的高利贷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还上 毕竟没有那么多老人排着对等受骗 就算有 我也已经在私下里找人给他断了这个财路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奶奶终于出院了 而我爸竟然要宴请所有亲戚朋友 说是庆祝奶奶出院 连时间和餐厅都订好了 不用想 就知道是我后妈的意思 就因为她嫁给我爸时没有办婚礼 很多亲戚没见过她 也没得到过我们家族的认可 她这是借此机会 想要彻底在我家族立足呢 也是给我的下马威 我倒是乐意 因为我不介意在众人面前 揭开他们母女的真面目 宴会这天 我专门挑选了件礼服 故意晚到了一会儿 远远看见我后妈身穿一身红裙 挽着我爸的胳膊站在门口迎宾 简直是在为他们办婚礼 看见我走过来 后妈洋装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道 倩啊 你总算来了 远远忙了一早晨了 这会再陪亲戚们聊天 你快进去吧 这挑拨离间的本事 也就我爸听 于是他立刻冷着脸讯歌道 你看看远远多懂事 哪像你架子这么大 亲戚都在夸他 找了那么有钱的男朋友 就你给我丢人 我真是快被气笑了 原来在我爸眼里 有钱就是好男友 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沈承轩的样子 也不知道我爸要是知道我有这么个男友 会不会当即跪舔 我冷笑一声走了进去 真是连吵架都不想张嘴 进去一看 果然 张圆圆穿着白色蕾丝裙 挽着一身名牌的张波 被几个亲戚围在里面 脖子上还明晃晃地戴着我的项链 圆圆呢 听说你这男朋友家里 都是在国外做生意的 真是厉害啊 我看见表姑拉着张圆圆 笑呵呵地在凤城 这个表姑真的是一个月 能和我爸借八回钱的亲戚 就是 你真是有福气 要我说女孩子学得好 就不如嫁得好 你看叶倩 到现在连个男朋友也没有 能力再强有什么用 不用看 就知道说话的是表姑家的唐敏 从小就和我不对付 我都习惯了 张圆圆被凤城的一脸幸福 而张波更是一副傲气的 鼻孔朝天 我猜 他现在是真的以为 自己马上就资产过千万了 我低头看了看时间 这几个人还能得意一会儿 宾客间吐槽我的声音很大 尤其是唐敏 叽叽喳喳 踩着我奉承张圆圆 看见我近来 亲戚的表情都很丰富 有同情我的 有看笑话的 不过多数还是怜悯 张圆圆看见我 装模作样地跟我打招呼 想搂上我的胳膊 上演姐妹情深 被我一把挡开 被我一把挡开说道 不用在我面前演戏 恶心 我看有些人是嫉妒了 远远别理他 唐敏永远不放过才我的机会 这时 沈承轩打来电话 我转身去了休息室接电话 却没发现身后的张波跟了进来 小倩 我一会儿去你家提亲怎么样 电话那头传来 沈承轩好听的声音 一句话把我说得脸红心跳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后关门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张波竟然一脸色咪咪地走了进来 还反手关了门 我将手机放在身后 按了录音说道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你今天特别顺眼 符合大叶我的胃口 要不 我们也深入地交流下感情 张波此时的样子 真的让我想吐 就和那天晚上见到的一样恶心 别说这么恶心的话 被你这种人盯上 是我的失败 我控制住自己没破口大骂 毕竟好戏还在后面 真是厉害 你这大小姐 就是和张媛媛那种草鸡不一样 怎么看都让人喜欢 张波说着就想对我动手动脚 我退到一边 讽刺地笑道 怎么 是想甩了张媛媛 和我在一起吗 张波没想到我这么问他 想了想说道 好啊 你要是同意 我立刻甩了他 他现在也没什么用处 我用看垃圾的眼神 看着他说道 你这种人渣 还真心配不上我 张波被我看得有些恼火 骂道 贱人 我是不是给你脸 而这时 外面响起了开门声 我的人到了 就知道沈承轩一定会打电话的 我也省得动手了 开门的是酒店服务员 旁边竟然还有沈承轩的助理 助理看见我 慌慌张张走进来 问我有没有事 我笑着摇摇头 看着张波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 他是真的天真道 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人 回到宴会厅 我发现本是一个 有头有脸的商业人士张教授 竟然来了 我爸和阿姨正热情地招呼着 也顾不上其他人了 我心里也奇怪 以我爸公司的水平 是怎么都不可能请到这样的人物的 这时让我惊讶的是 张波竟然上前去打招呼 态度虽然卑微 但是一个人渣竟然认识这样的人物 张教授虽然没说话 但是点了点头 我真的有点慌了 都姓张 不会真有亲戚吧 朋友当时没调查出 张波有这等背景的 此时 亲戚朋友更加将张波和张媛媛 看得高人一等了 就连我爸也感觉沾了张波的光 恨不能把张波一块供上 早就忘了还有个女儿 后妈母女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笑吧 我就看能不能笑到最后 人都到齐了 宴会也进行了一会儿了 我示意阿姨扶着奶奶去休息 首先 我将刚刚休息式的录音 发给了张媛媛 张媛媛是个没脑子的 根本等不到宴会结束 就冲我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骂道 叶倩 你这个贱人 我要撕了你 你竟然抢我男朋友 亲戚朋友傻了眼 后妈极力去拦着 却也架不住疯狂的张媛媛 我爸眼看在张教授面前闹笑话 气得不行 张媛媛跑到我面前 伸手就要打 我快她一步 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后妈赶过来 扶起哭哭啼啼的张媛媛 眼神要杀了我 嘴里却笑着说道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动手 我抱着双臂笑看她说道 你女儿是要好好说话的意思吗 我爸走过来 不分青红皂白 又想打我 却被她身后的张教授叫住 张教授直接越过我爸 向我伸出手说道 叶小姐你好 早就听沈总提起过您 你发表过的一些商业论文 我也看过 真是太优秀了 我爸善善地住了手 看着我的表情很是精彩 让您见笑了张教授 家事比较复杂 张教授似乎早有准备 笑着摇摇头说道 叶小姐 我本来就是沈总叫来给你帮忙的 不得不说 沈承轩这个惊喜真是让我心头一暖 为了我家里的破事 他确实费心了 叶叔 他就是抢我男朋友 勾引张波 张媛媛继续哭着控诉我 而唐敏也帮腔说道 就是 你能力再强 不也是看上人家男朋友了 我笑笑没说话 只是将手机里的录音和音响连在一起 把张波刚刚在休息室 对我的骚扰攻放出来 众人还在窃窃私语 议论着张媛媛 张波和我的事 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一回头 看见沈承轩一身西装 带着独有的上位者气势走过来 我都能听见唐敏的惊呼声 好帅啊 沈承轩看了我一眼 走过来第一件事 就是狠狠地揍了 张波一拳说道 我女朋友 也是你这种垃圾 可以惦记的吗 张波被沈承轩的气势 吓得一声不敢吭 连刚刚那副吊儿郎当的 傲气劲也没了 而一旁的张教授 对着沈承轩礼貌地叫了声 沈总 我听见耳边亲戚的抽气声 唐敏快哭了 张媛媛哭得更厉害了 我后妈拿起仙的得意进 也没了 快了 她也快哭了 很有气势的沈总 走到我身边 一副做错事的样子问我说 我自作主张的来了 你不生气吧 主要我忍不了想揍她 看着她的样子 我心里还是一暖 她来了 真的是比什么解释都有用 我摆摆手 让她先靠边 我还没收拾完这几个人渣呢 我爸皱着眉 看我的眼神更精彩了 刚刚还说我连个男朋友也交不到呢 我直接将手机里的录音继续放出来 第一段就是我后妈母女 要害我奶奶的录音 听到这段下药的录音时 张媛媛也不哭了 两个人傻了眼 而我爸气得一把拉住后妈的胳膊要打野 后妈对着我爸着急解释道 都是误会 我没有害咱妈 你看 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儿子呢 张媛媛也在求饶说道 对 叶叔你不要相信 得为了弟弟着想 我爸一听儿子就犹豫了 我接着放出另一段录音 录音里说了我后妈不能再有孩子的话 她当然不承认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直接对我爸说 你要不信 我可以找医疗团队 现场给她检查 这话我当然是随口说说的 但是沈承轩在这 大家一定相信我找得来 后妈摊坐在地上 彻底傻了眼 刚刚酒店门口 那个一身红裙 女主人的形象完全没有了 而我爸 知道儿子没有了 一下子坐在椅子上 可是对于她更大的打击 还在后面 张波鬼鬼重重地要溜 被沈承轩带的人拦住了 我放了最后一段录音 公司里 偷我爸印章伪造合同的录音 张元元坚声叫骂我 还要冲过来杀了我 这一次我爸反手打了她一个耳光 而沈承轩早已经把我拉进怀里 我报了警 后妈母女最终把自己坐进了牢里 而张波很快被高丽带得追债 当然也是沈承轩受益的 当初也是她找人背后帮了我 才能让张波那么痛快地借钱投资 沈承轩问我 想不想揍张波一顿出出气 我想了想就让人用交代 把她绑成曾经辈辈的样子待了一夜 她自己能明白 之后我报案被偷了昂贵的珠宝 张波自然也进了牢房 在沈承轩的帮忙下 这几个人可能要一直吃牢房了 而我爸的公司也被查封了 因为受骗的老人告发了公司 我将张波投资的钱 都还给了上当的老人 也算替我罢免了牢狱之灾 我奶奶还是很淡定地接受了这些事 张阿姨告诉我 其实我奶奶早就知道了 就连她进医院时 也是自己故意开了手机录音 所以老早就看清了那对母女的真面目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只可惜 我奶奶并没有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儿子 沈承轩死皮赖脸地要见家长 我只好带她去见了我奶奶 我爸就算了 可这家伙 竟然仗着我奶奶喜欢她 立刻就向我求婚了 我本来想好好考虑一段时间 谁知道 她直接给了我一份合同 让我签字 还是律师公正过的 我看了看内容 沈承轩所有财产 股权都将转到叶欠名下 从此她成了给我打工的 拿着合同 我也实在找不出不价的理由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